对于驾车群众来说 一年一次的汽车粘审和违章处罚的及时处理 都是非常普通的事情 这是为了让汽车和驾驶员能以正常状态上路 保证驾乘者双方的安全 但是近日在山东烟台 一辆黑色吉利地豪的车主被交警发现 竟然有违章372条未处理 而车子本身也是脱审已久 根据规定该车主应交罚款总共47000多元人民币 并计660多分 吉利车主也深知自己的汽车违章太多 所以在交警拦截之前就显得行迹可疑 在交警的询问下 他预估大概有400多条违章位处理 并且表示违章太多了车也不想要了 先不论计分如何处理 单就47000多块的罚款就堪称伪昌界的黑马了 这个数字几乎是可以购置一辆新吉利的价格了 与其交这么多罚款处理那么多气氛保全车子 还不如直接汽车不要 这一点上车主倒是个明白人 车主的态度让人多少有些无可奈何 追究这么多未处理的违章来源似乎意义不大 相比之下我们更应该担心 在这些违章之中是否有哪些是给他人造成了伤害的 然而车主似乎并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糊涂 可能给他人造成严重的后果 也没有重视起来这些无视交通规则的行为 也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 罚款可以补交 违章可以处理 驾照可以重考 但是命只有一条 希望这位车主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不要再像以前一样无理取闹了